你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官想要逃出去 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富人想要移民 你不能够解释说为什么他在开A派会那几天 北京天气就蓝的 A派会开完之后呢 那个就没了 现在是寒假期 其实我还没放寒假 因为我成绩还没交 交成绩才叫放寒假 我成绩还没交 说寒假还没放 过两天交了成绩 我才叫放寒假 前天我几个大陆学生跟我讲说 哎呀老师这个学习末了什么等等我要出去玩 我说你要出去玩 你不回家去吗 他说不回去了 我说为什么不回去了 爸妈妈要过来过年 哦我说不错 不要来台湾过年 他就很神秘的问我说 明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爸妈妈要来台湾过年吗 我说不晓得什么原因吗 他说因为北边空气太差 他要逃到台湾来 要呼吸一个新鲜空气过个好年 所以很多年前我就鼓吹一个概念 要把台湾打造成为中国的瑞士 这话有道理的 什么叫中国的瑞士大家清楚 就是大陆同胞也好台商也好 在大陆礼拜一到礼拜五认真工作 用力赚钱 礼拜五坐最晚一班飞机来到台湾 然后欢度周末 礼拜一一大早第一班飞机飞回去 再继续上班五天 这叫做中国的瑞士 你们想象不到这个建议是谁给我的 是一个大陆非常有名的表面上亲共的学者给我的建议 棒吧 中国的瑞士是一个大陆的大陆学者 提供给我的战略构想 棒极了 棒极了 所以如果说大陆的大官有钱都要往外逃 有钱人都要往外逃 然后能逃出去都逃出去 能够离开大陆的大陆 都离开大陆了 他为什么要怪我们台湾现在不愿意回到大陆去呢 他有什么理由怪我们呢 你变好了我过去应该的 你不变好 你强要把我拉进去 这话是不合适的嘛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唱衰大陆吗 还是说有些媒体太过唱好大陆了 而我们看不见真相了 Navaro这本书不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当然Navaro这书里面还骂了很多人 各位如果看的话 他骂了很多学者专家 媒体政客等等 说他们都帮中国掩饰 然后这抹红 然后这涂脂抹粉 一点都不错 我也看到很多这种人 台湾这种人也不少 坦白说也不是只是蓝银 蓝绿都有 我们都看到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讲说 要爱台湾 要从价值上爱台湾 不是说只是爱台湾这个地方而已 我们是要把这个价值凸显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呢 也就这东西了 那么在座学朋友呢 可能跟我一样 是外省第二代 可能对大陆呢 有非常强烈的情怀 我完全赞成 我们不能没有民族主义 但是我要分清楚 哪一种民族主义 才是合适的民族主义 纳粹时候 不是很多人也有很强烈的 德意志民族主义吗 今天他们会以那个民族主义为荣吗 日本侵略亚洲的时候 不是有很强的大日本民族主义吗 今天的日本人 还以当年的民族主义为荣吗 今天好了 看起来共产中国崛起了 大家欢呼了 民族主义热泪盈眶了 焉知十年 五年 甚至两年之后 你会为你今天的行径感到羞愧 我竟然帮一个暴政去欢呼 所以我再问一次 崛起的是中国还是中共 我们要的是中国的崛起 还是中共的崛起 还是一个价值观的崛起 走到今天 我们是不是更希望看到 价值观的崛起 民族 自由 法治 现代人权的价值观的崛起 这恐怕才是更主我们要的吧 所以现在回到我的主题 时间差不多了 我到主持人开始有点坐立不安了 没关系 我马上结束 所以今天我们问的是 川普究竟想做什么 他现在才上台第二天 我们就把他预言完了 那有点奇怪 但是呢 我们至少从他用人 跟他一些政策发言 我们看到了一些方向 刚才前面几位讲者 跟拿包的书上一些东西 跟我刚刚提的一些东西 是我们将来观察的点 所以我想具体我们可以看几样事情 第一 他的这个对华政策 跟对俄国的政策 是不是出现根本的变化 我们不管一中还在不在 那个并不是很重要 他可以嘴巴上讲一中 但继续对付他 他可以嘴巴上讲一中 但所推动的和平演变的战略 那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但不能以失证我们为代价 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会跟中共展开 某种程度的贸易战 不必然是那么激烈的贸易战 他不一定提到四数 我认为他是讨价还价用的 但他只要提升到一定程度 使得美国公司认为说 到回到美国生产 其成本相对低廉 或者说产品更有保障的时候 我宁可回来 因为长期来说 对我公司来说是划算的 商与恐怕更加重要 而不是单身成本的问题 那么再来就是 他的俄国的战略会怎么样 现在大家看到说 他会不会连俄至终 以现在角度来看 连俄至终不太可能 但是改善跟俄国的关系 然后形成对中共的压力 这事情完全可能发生 那第四点就是 他对台湾会怎么样 有人担心说他会弃台 以他现在行为来看 不像是弃台 人家说筹码 筹码最后会丢掉的 但我把它修改一次 我看更像砝码 我看更像砝码 所以现在与其说 台湾是美国的一个筹码 倒不是说 台湾是美国在面对中共 面对最后一个 极权暴政之下 他所使用的一个砝码 砝码就是破坏天平 或者说扭转天平 不利的态势的 这么一个weight 这么个重量 我们台湾就这么一个砝码 那现在差不多该做结论了 如果说川普的战略 真的是一个和平演变的 透过更多的贸易竞争的方式 然后用经济方式去压迫中共 改变它这个走向的 一种政策的话 那么台湾能做什么 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来说 比较优秀的战略 就是跟世界首强 采取平行战略 我再说一遍 作为比较小的国家来说 最优秀的国家战略 就是配合世界第一强国 采取平行战略 李总统当年 就采取了很棒的战略 不管你个人对李总统评价如何 他的战略是非常优秀的 美国要和平演变 他就配合美国和平演变 美国要回头了 他立刻撤退 换句话说 我们弹性必须比较大 我们比较小 所以如果说川普采取的是一个 以经贸为主轴的一个 和平演变战略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配合这战略 我们今天要往这边设想 那等一下还有这个QA的时间 那么更细节部分呢 我们会在那边谈 那现在我用一句话做结论 现在我们在谈很多事情呢 包括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主题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不自觉的一个假设 跟前提存在 我们假设 这个共产中国会持续下去 真是这样子吗 真是这样子 那你怎么解释苏联 跟东欧跟蒙古的变迁 如果这么强大苏联 最后都解体了 最后都慢慢走上民主化吧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期待 中国也这样走 我们真在画地自现吗 当那天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怎么自处 所以我用一句话说完 让我们设想一个 没有中共的中国 谢谢各位 谢谢 我想先就我跟这个黄委员呢 看来政治立场不一样 你怎么说一件 说两句话 这就是民主的可贵 这就是民主的可贵 不管我们有多大差异 不管是真的差异 假的差异 我们能坐在一起 我们没有打起来 我们也没有下去之后 把他全家害死 他还没有用反贪腐 把我全家抓起来 这叫民主政治 这叫生活 民主呢 我常常说 不只是这种政治制度 不只是这种抽象的价值观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人与人相处的态度 所以在民主社会里面 我们多元化 我们相互尊重 最后呢 民意决定嘛 民意决定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走嘛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捍卫的核心价值吗 这不是我们要反对中共的最根本的原因吗 对不对 谢谢 第一问题是说 这个川普联合之中呢 这个政策是不是形成 那么台湾怎么办 我刚刚说了 台湾最佳策略呢 是采取跟美国的平行战略 如果川普要和平演变大陆的话 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川普要把这个制造业 带回美国去的话 我们就想要把制造业带回台湾来 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利的时候 台湾也可以减税 把制造业拉回来 我们工作机会增加 然后呢 失业率就降低 台湾社会慢慢就好起来 它对比就不是那样子了 好 第二 这个有关川普团队呢 是不是会采取后冷战的做法 我刚刚已经说了 美国的核心战略 对大陆来说 是要和平演变 所以不管它是用冷战 还是非冷战的手法 最后呢 是希望用不打仗的方式 把共产政权结束 那这点呢 我们铭记在心 我们配合行动呢 就是我们最佳的战略 好 下个问题 说张家登提到 中国即将崩溃 为什么还没有发生 什么等等 简单说去 他使用的前提 不完全准确 他如果用了更准确前提的话呢 他会得到比较好的结论 那我先把这话 稍微发挥一下 几分钟 刚才其实我简单说了 我们看见就是 习近平目前的处境呢 是内外压力都非常大 大到他认真考虑 恐怕必须放弃一党专政 但不可能一步到位 所以就算习近平要放弃一党专政 他还得一步一步走 他如果说马上这样做的话 他在他党内就立刻被推翻 我举一个例子 苏联过去的领导人叫做赫鲁晓夫 大家印象赫鲁晓夫呢 长得很像一个大号的马铃薯 没有脖子 然后也没有头 就整个粘成一团 大家觉得他外形很可笑 但他却是苏联历史上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者 那这个改革者提出了很多 很尖端的想法 后来为什么没有成功 党内反扑力量太大 所以换句话说 成功的改革者 你也得有高明的战略 我们今天看见中共情况就是 习近平大概看见的游戏 玩不下去才想改 那么川普的作为呢 或许会加速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做 所以我先把几个时间点说出来 各位兴趣可以写一下 第一是今年八月底到九月初 北戴河会议 我们看开出来结果怎么样 第二就是今年十一月份的 中共十九大 我们看开出来情况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十九大完了之后 一到三年内 习近平会推动什么样的改革 如果他能顺利当选的话 这三个如果都是正面发展的话 那我们所预言的中国的变局 应该很快会出现 到时候怎么走 我们再说 所以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 国内统独声浪不一怎么办 这不就我们刚刚说了吗 这是可贵的地方 那大家晓得说 我是比较赞成中国统一的 但是不是接受中共的统一 我们的统一是有前提的 是让中国改变成 民主自由均富法治 尊重人权情况下 我们来考虑统一 这是我们的前提 那台湾现在内部 统独声浪不一 这不就我们的价值所在吗 如果我们大家都赞成统一 我们都赞成台独 也不仅是好事 这恰恰好是一个 不多元的象征 我记得很清楚 大陆常常宣传说 他们投票率呢 比民族社会要高 他们投票率高到百分之九十几 所以一点都不错 我们投票率呢 总统投票率才只有百分之六十六 这样子很丢脸 而他们更精彩的是 所有的票都投给同样的候选人 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 所以各位是喜欢那种制度呢 还是喜欢我们那种制度 我的答案很清楚了 所以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歧见 我们大家相信说 用我们共事所形成的 这套法律制度 法律体系 可以和平地解决我们歧见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这就是我们今天办这样的研导会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是不是先说到这 吴教授 吴教授有特别再丢一个题目给我 这个跟郭台铭有关 这个我们高维邦董事长 特别问了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美国的iPhone 什么时候回美国生产 印度印尼对郭台铭都投资都非常欢迎 为什么政府没有热烈欢迎台商回来 刚刚这个明老师讲 我特别补充一点 这个老郭在前年 这个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去帮胡志强助选 郭台铭讲一句话 他说民主不能当换吃 后来我在脸书写一篇文章 后来他对我的会上不满 为什么 我说民主虽然不能当换吃 但可以保住你的女儿跟你的太太 为什么在极权体制下 以前生一个女儿如果长得很美 那你会提心吊胆 因为你被县令看到皇帝看到 选择灰子或晚上陪他睡觉 你毫无抵抗力 这个民主社会最少没有人敢公然干这种事 所以民主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当老郭在讲说民主不能当换吃 我说假如这个他没有修正 以后没有资格选总统 这个是老郭将来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 你要竞选总统 你最少对民主体制这个价值要遵守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各位要知道 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到底美国比较强还是中国比较强 我说当然美国强啊 为什么 美国的创新是没有框架的 中国创新是有框架的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美国人赚到钱绝对没有 你没有看到有人是把钱藏到中国去啊 中国赚到钱一定都藏到美国啊 所以哦 这个 所谓人类的价值啊 这个叫做价值 这个无法改变的价值 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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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